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什么是哈斯核心C276轴承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轴承 一个常规的轴承 轴承大概是有六部分轴承 内圈 外圈 里面的球 保持架 还有润滑指 以及密分圈 那么什么是哈斯核心C276轴承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整个轴承的材料 除了润滑除外 都是由哈斯核心C276这种材料 制作加工而成的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哈斯核心C276轴承 目前呢比较成熟的 比较常见的哈斯核心的轴承的 轴承的轴承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内圈 外圈 是由哈斯核心C276轴承的 里面的球是由工程氮化硅 或者碳化硅材料 那么保持架和密封圈材料呢 是由工程PIC材料 或者PDF1材料 加工制作的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朋友问了 为什么球保持架密封圈 不能用哈斯核心C276这个材料 来加工制作呢 现在的大情况是这样子的 球部分型号的球 我们已经可以把它 自用哈斯核心C276这个材料 来加工了 但是保持架和密封圈 用哈斯核心C276这个材料 我们还在持续的认证当中 选择哈斯核心C276材料 我们把它应用到轴承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成本预算 需要考虑到轴承的实际应用 需要考虑到轴承的转速载和 密封等实际要求 具体的话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 或者我们的工程师